不好意思 有關這個法胡當然是幫助我們熱術團體 所以他的諮詢要拿錢 這是我們可以考量 但是一般的 諮詢 歷史的諮詢會蠻高的 有些有關打國際方面的商事的話 他進去一個小時可能要三千塊五千塊 那個是指我們比較有名的 或是說他是純粹以這種生意的用眼光的 但是法胡他是幫助我們的 所以諮詢就像我們的服務處一樣 我們有很多諮詢 我們不能替他洗也沒時間替他洗狀 但是我們都是沒有錢的 所以我是認為說這個是不是有可以 怎麼樣一個情形 你可以請他到他的辦公室裡面 去接受這個諮詢 所以這個就不要拿錢 我的意思是說不是說諮詢就不要錢 諮詢要錢的我也很貴 但是以法胡來講的話 我們是幫助人的話 就不應該要錢 就從趙偉所講的不應該給人家拿錢 對不對 而且我剛才所講的 第二個是跟趙偉受報告 就是說 我們 我們 我們諮詢是請 比如說今天早上請一個律師來 來幾個鐘頭 我們付錢給他 那他當事人 那個申請人來 諮詢是不會要付錢的 沒有說要付錢 不是啦 對啦 你不可能覺得他就是不必付嘛 那個諮詢不要付了啦 來幫幫忙 或是請他到那個去 像我們 可是律師要肯來你的分位 一直來三個小時啊 也都是沒有錢的啊 有的時候到山地去 光車程就要兩個鐘頭 那個是另外的 那個是另外的 我說假如說在這個辦公室裡面 怎麼樣 這個可以考量啦 因為律師不會說每一個人都要錢 他其實賺的錢已經很多了 不必說 另外就是講的是錢很多 另外講的是說 剛才為什麼我們說這個 我們的這個 這個法屋 他這裡面 有很多這種律師都是 我們請的 我們不說他不好 我說在這種情形來講的話 他表示說 第一個他很重心 第二個他表示說 他的 原來這個業績可能不是很好 在這種情形來講的話 這個來這個地方 所以第三個我是說 我們說不要 為了引起這樣的一種 這個誤導 我們希望說這些有名的人 像陳昌文這樣的一個人 都應該到法屋來幫我們的忙 這樣的話就不會有什麼 好像說 你為什麼來標案 你到外面去的時候 都比這個還高 當然我們說他是為了 愛心 我們都很高興 但是別人講 你派這個人來 這樣 他們都打不贏 去打也打不贏 打不贏就不好啊 律師還是有很強的 也不是很強的 當然我們是很感謝他 但是我認為說董事長 還有我們這個處長 就說希望 我們所有的律師啊 都應該要排有這個服務的 這樣的一個時間 然後他用電腦去戳 或怎麼樣的情形都可以 但是最起碼他要來 就不會引導我們剛才說 為什麼 他為什麼有這個時間 專門來做這個事情 我想 因為律師假如在外面 他潛意識比較多嘛 所以我想為了避免引起誤會 是不是請董事長 我剛才已經強調過了 這個方向要走 好不好 好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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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 感谢观看